这一切的祸端都源自于蔡英文 为了隐藏自己诈欺窃国的罪行 罔顾公权力应受节制 及监督的民主根本 肆无忌惮的极权于一身 三年前若能真诚面对质疑 想必还能获得国人谅解 不此之徒竟倒行逆施 滥权以司法整肃一己 恫吓选民 纵容贪官污吏 鱼肉百姓 只求保全自己 终致会以台湾前途 及人民福祉为祭品 而遗臭万别 林环江教授赫德文教授 在Change的ORG上面 发动了一个连署 他的标题是 欲请行政院长苏贞昌 重法治 郑立勤 2022年11月2号开的一个新的国际联署活动 2019年8月29号 我们公布了一份历经四个月严谨调查的报告 蔡英文博士论文与证书的真伟 从此掀开了蔡英文论文丑闻案的序幕 当时由贺德芬老师特别选在立法院 正式向台湾社会揭发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女士 有触犯令人震惊的国际学术伦理诈欺之嫌 从1983年起就一直冒充拥有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时间长达35年之久 这份调查报告综合查证取材自英国校方和政府机构的文件 以结论方式毫不含糊地指出 蔡总统当年的学生身份 至多是已完成论文 但未通过论文口试的博士候选人而已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独立学者 我们的调查与任何政党毫无瓜联 我们的调查旨在追求真实 维护学术品质以及揭发最高权力者的诚信问题 我们真诚地希望 借由拆穿蔡总统一路诈骗的假面具 让台湾社会可以体现公平正义 进而有助台湾的民主法治不断深化 不断向上提升 很遗憾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女士 为掩盖违法犯计的真相 不惜悔气已经出具规模的民主国家的体制 借端借势 践踏司法 立即于三年前的9月4日 对我们提起妨碍名誉的刑事告诉 完全甩锅司法机关 成为其犯罪的共同体 更利用无边无际以绝对多数摆脱立法监督的行政高权 将其政大任职升等以及相关的档案封锁30年以上 让蔡英文申请政大教职的所谓 Law of Subsidy Sto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 论文的文本 以及家住有对国际贸易有很强的学术背景 特授予1.5个博士学位的原始学位证书 在其有生之年得以必见天日 不被检视 以致行政官僚纷纷笑游 疫苗资讯 国保毁损等等 恐怕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祸国勾当 都在暗中进行 台湾已经成了空有民主形势下的独裁国家 当时作为独立媒体人的彭文正先生 本于媒体的专业与执着 持续不断的积极报道这个世纪丑闻 在刑事告发我们10天之后 果真也成了和我们一道的共同被告 司法不再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完全沦为统治者的工具 2021年的3月31号 在蔡英文新颂的500多个日子以来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黄伟 竟也能理解宪法言论自由的大意 对赫德芬与林环强牵节不起诉处分 但仍不忘在不起诉书中毫无根据的指控 我们以不实资料撰写污蔡英文的调查报告 埋下耳后继续司法诉讼迫害的伏笔 对彭文正则以侠愿报复 为谋私利为由单独对他提起公诉 这是机关算尽的司法布局 一则缩小打击面 阻断具有美国籍的林环强先生 扩大成为国际案件 这是机关算尽的司法布局 一则缩小打击面 阻断具有美国籍的林环强先生 扩大成为国际案件 因此在唯一一次开庭审讯时 连通知都不通知 二则规避刑法第311条第二款 对于可受公平之事而为适当评论之免责条款 三则将之归于私德之怨对 就连所言为真实时都不能免责了 将对国家最高权利者的批评 在大陪审团面前都不得以所言为真作为抗辩 甚至越血泪的控诉揭露越真实的丑陋 就获得越严酷的诽谤罪行 这正是16世纪欧洲言论自由最黑暗的写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彭文正的追杀余焉展开 2021年11月19号 彭文正教授因为疫情关系流至美国未能道庭 但既有律师代理也曾请求以视讯应讯 却未获准 台北地方法院明知其人已出国 净虚构彭文正有逃亡事实 恶意发布通缉令并限制其出国 其真正目的路人皆知 就连美国AIT都释出善意 协助彭家从此定居美国 只要流亡海外 辽无归旗 即可拖延诉讼 最后失案了之 以保全蔡英文安全下任 这是号称民主的国家 司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丑闻 为防止彭文正突然回国 启动诉讼程序 这烫手山欲实在左右为难 判有罪以揣测内心思想来定罪 思想犯僵尸复活 难度社会悠悠重口 判无罪 所以岂不直接打脸了蔡英文 认定了蔡英文的诬告 刚好彭文正护照到齐 自己送上门来 2022年10月20号 彭文正申请换发新护照 外交部旧金山办事处迅速予以扣留废纸注销 并与不合发新护照 这真正震惊了海内外的台湾人 人人自为 原来中华民国的国籍是N4的 随时可能因为阴眼蛊惑 以莫须有的罪名 由粗暴的行政官僚 一纸违法违宪的通知 就能让你顿成地球上跌不疼 从娘不爱的孤儿被自己的母国给割弃了 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 纵使当年兵荒马乱 台湾人从没当真 但他所揭示的人的存活价值 基本的权利和生存的条件 却是永恒不移的共通善 台湾继承为民主国家 独裁时代的黑名单 已成为历史上永远的伤痕 如今岂能走上回头路 再行复制 人权宣言第13条 人人在一国境内有自由迁徙及喜居的权利 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 连其本国在内 并有归返其本国之权利 返家权是一切基本权利的基本 不能回家 母国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 生存权 财产权 工作权 诉讼权 公民权 全都成了句文 打了水漂 宪法23条还规定 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 除为了防止妨害他人自由 避免紧急危难 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已法律限制之 纵使留了太多空白授权给法律 不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不容许法律有丝毫越位的可能性 不准使立法机关 自意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 但就彭案而言 外交部所辨称的 依护照条例的依法行政 亦无论如何不符 宪法23条的旨意 移民法只限制被通缉者不得出国 与吊销护照又有何干 故入人罪 限人不义的手法昭然若揭 对台湾的民主成就 不论民意或实质 都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这一切的祸端都源自于蔡英文 为了隐藏自己诈欺窃国的罪行 罔顾公权利应受节制 及监督的民主根本 私无忌惮地集权于一身 三年前若能真诚面对质疑 想必还能获得国人谅解 为大局计相忍为安 不此之徒竟倒行逆施 滥权以司法整肃一己 恫吓选民 纵容贪官污吏 于肉百姓 只求保全自己 终致会以台湾前途 及人民福祉为祭品 而一臭万年 亡羊补牢有时未晚 我们期待行政院长苏贞昌院长 在任期内能重振钢前 前钢整翅立志 就从彭岸着手 一彭文正在美国有固定居所 每日定时出现在网络世界 完全没有逃逆或隐藏的情势 就应该依刑事诉讼法87条第三项 立即撤销通气 发给自由进出的新护照 二 一刑事诉讼法269条规定 检察官于一审辩论终结前 发现有应不起诉 或不起诉为适当之情形者 得撤回起诉 三 若不愿撤回起诉 请迅速积极审理 以蔡英文控告彭文正案 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 认真审查各项证据证词及证人 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提供民众参与知悉 以落实宪法保障人民 要求公平公开快速的诉讼权利 第四 教育部及政大 应立即公布蔡英文 以Law of Subsidy Sto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为名 用之申请政大副教授教职的论文文本 及所有审查的资料 以招公信 第五 国立图书馆应立即下架的伟论文 名为Unfulatory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 的黑皮书 以维护博士论文藏书的品质 以正视听 我们祈祷 虔诚地祈祷台湾 向上提升 不要向下沉沦 请支持我们意见的朋友 共同联署 让民意直接向执政者表达 这是在Change.org 上面 刚才有一则 是在美国的台美人 另外一则联署 是林环强教授 赫德芬教授的共同声明 这两则Change.org 也都可以让大家参与联署 因为当我们的联署的声音够大的时候 也会让全世界看到的这一则在台湾正在上演的 荒谬的政治暴力司法剧 所以在旁边的QR Code 欢迎大家扫 然后如果你认同的话 两则的请愿 陈情书在Change.org 上面 都可以参与联署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